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呢和大家聊聊 胡一进最近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真的是荒谬绝伦 所以说我给他命名为绝句 是吧太绝了 我也看到了很多小伙伴 就是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懂经济的小伙伴 就在网上对于他这句话 予以驳斥 真的驳斥得非常的好 那么胡一进最近说了什么荒谬的话呢 他最近说了一个 就是关于发达国家 在疫情期间给老百姓进行发钱 普遍性的这种发钱 进行经济的一个救济吧 让老百姓能够吃饱饭呢 交得起房租啊 付得起房贷啊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是发达国家 给他们国民的一个优厚的一个待遇 包括中国的香港也发钱了 那胡一进就是说什么呢 胡一进说这种发钱呢 给所有人发钱就等于没发钱一样 说这种经济的刺激计划 或者是说这种救济方式 是属于撒胡椒面式的救济方式 什么叫撒胡椒面 就是没有用吧 对吧 那如果没有用的话 那胡一进是不是否认了中国香港 特区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的这么一个措施 那他等于否认了香港的地区的一个自治的 怎么说呢 否认了香港地区自治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吧 对吧 都说中国的一国两制是非常好的 那么你认为港府给这个老百姓发钱 通过他的这个财政的一个收入 还有他们这个地区的一个繁荣 所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灾难 疫情期间的一个救济 你是想否认这个吗 我觉得胡一进在做事情的时候 真的应该先过过大脑 就是你应该先了解了解 这个国内或者是国外 到底是人家的经济是怎么运转的 或者是应该具备这种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你才能够去聊这个问题 所以胡一进最近的就是真的是太歪了 这个人我也不是一回和大家说的 他就是可以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就特别的厉害啊 那咱们也是没有办法 他像这种就是毫无逻辑性的一个洗脑 一般人真的是真的非常容易受他的蛊惑 而且他在最近的一篇微博当中还说 他还恬不知识的去解释了 他为什么发表这种观点 真的是越描越黑 而且他还说说中国如果给每一个人 发一千块钱的话 那中国一次就要发掉1.4万亿 那么财政根本受不了 所以说羊毛出在羊山上 那等于这个全民发钱的话 那等于就是从自己的左兜挪到了右兜 等于自己给自己发钱 那挥进这些观点 真的就是在我一看就非常的幼稚 那咱们先说哪一个呢 我看这么说吧 咱们先聊一下 就是说如果给全民发钱 就等于没发钱 所以说就是老百姓自己给自己发钱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国家财政发钱 通常来讲国家的财政 它有什么收入 主要就是税收 各个方面的一些税收 那这个税收来自于是老百姓 那所以说胡怡进以这个角度说 如果这个钱给老百姓发下去了 那也是税收来的钱 所以说就是 就是属于说老百姓从左兜挪到了右兜 等于没发钱 这完全是胡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国家给这个了 税收给老百姓进行普遍的这种发钱 这属于一种利益的再分配 是国家财富的再分配 就像咱们中国这种贫富差距 这种两极化的急剧的一个畸形 咱们国家没有这种中产阶级 要不然就是特别富裕的介绍 要不然就是普罗大众 这些被割的韭菜 特别的贫困和贫穷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人台湾 不愿意跟咱们打联的一个原因 就是咱们在经济上边 没有人家发达 没有人家好 没有人家老百姓过的日子好 人当然瞧不起你了 这个是吕秀莲 他这个是跟陈水扁搭旦的 曾经跟陈水扁搭旦的 这个女副总统叫吕秀莲 当时他做过一个 关于这个最近的台湾的一个 未来台湾发展走向的 这么一个演讲 这个吕秀莲还表示了 说你看台湾人的生活水平 和大陆进行对比 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这些台湾的 台湾这个地区 不愿意跟大陆打脸了 因为你这个统治 让人家一看也不喜欢 而且你也给人 带不去什么利益 那这个世界就是很现实的 是吧 你就像以前 这个美国和墨西哥 侵占墨西哥土地 跟墨西哥进行战争 那现在一看 这墨西哥都恨不得 把这墨西哥直接 就划给美国就不错了 都特别高兴 是吧 那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平 就直线上升了 所以你看没看到 一个国家 如果你发展的好 人自然就是愿意向你贴近 如果你国家发展的不好 没有人愿意去打理你啊 那你看他这个灰烬 说在他这句话当中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税收是平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 一个贫富差距的 穷人和富人 他们的税收 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 富人是需要高额的纳税的 而穷人纳的税比较少 所以说国家如果给所有的老百姓发钱 怎么能说是老百姓的这个左裤头 挪到右裤头呢 这等于是什么呢 如果给老百姓普遍进行发钱的话 等于是劫富济贫 对吧 就是把富人他增了高的税收 而因此给老百姓普遍去发钱 那么就等于劫富济贫 那老百姓纳的税 肯定没有他得到的这个多 那这是一种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那这个是税收的一个根本的手段 是吧 比如说咱们对于这个教育的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等等 这一些公共 公共比如医疗 是吧 这些所有的一个开支 都是通过税收在进行调节 贫富差距的这个不公 那所以说胡怡进这个就不公自破了 纯粹就是扯淡的 那好了 那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说是这个每个人都发钱 等于没发钱 是左的 左裤头挪这个右裤头 那这个咱们已经现在把这个问题 就是给否定了 咱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从经济学上来讲 说发达国家 他们有这个财力 说去给老百姓去发钱 说中国没有这个财力去发钱 那我在想跟大家说 中国为什么经济能够腾飞 它是靠这个 咱们说白了 就是靠城镇化 农民肱进城物肱了 妻离子散了 对吧 肯定有很多留守儿童 就误入歧途了 就辍学了 就是靠这些纯朴的农民肱 在城里头挣点钱 回去盖三件大碗房 是吧 有的挖矿的 还得个息费 回去全治病了 治病钱都没有了 闹得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有的抵抗力强一点的 回去能盖三件大碗房 过上相对来讲 比以前付出的一个生活 但是它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这是一种妻离子散 那所以这个是 就是靠老百姓的一点一滴 一块钱一块钱 这么挣出来的 是吧 往事就是一块钱一块钱 这么纳税纳上来的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 经济的一个发展 你用着韭菜的时候 你就说 欢迎你们劳动 欢迎你们纳税 那到韭菜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说 没有用 我给你们发钱 是没有用的 是吧 那你这个是就属于说 就你用着我的时候 你就宰我 你用不着我的时候 就把我一脚踢开 那你这个是什么样的形象 所以说这个我感觉 我感觉胡锡进这么说 完全是一种鬼扯 那再有一个 说发达国家 那个发钱 说 还有再有一个 这个为什么说 发达国家发钱有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像美国呀 包括香港 包括这个 就是加拿大呀 这些国家 每个月发2000美金 或者2000加币 的合约明币 都一万多 对吧 这些钱是可以去还房贷的 可以去买大米白面 豆油 什么吃的的 也可以去付房租 这个确确实实是 解决了老百姓的根本问题 就在这段 特别痛苦的时间 让老百姓活了下来 那你怎么能说 他没有用呢 那老百姓家里的 买的大米白面 那不是吃的吗 或者是说 他付的房租 还有他的房贷什么的 那不是 切切实实的看到了吗 那你要这么关点 就像灰烬这个关点的话 那你说全国人民 每天劳作 是吧 每个月发工资 那全国人民都发工资 那等于全国人民 都没发工资 那这完全是胡扯吗 那一个国家 这个货币 它之所以有价值 和他这个国家的 这个生产能力 是有关系 就是他生产的 这个物品的一个价值 是有关系的 因此发达国家 之所以能够给 这个老百姓进行 普遍发钱 是因为他们的国家 他们有很强大的 这个生产能力 你包括工业 包括金融 包括其他的各个方面 是吧 就高科技这些东西 他能够赚取 其他国家的一个利润 通过外贸 等等其他的经济手段 来获得 他应有的一个利益 因此 他这个货币才能够坚挺 因此他这个货币 才能够有这种购买力 那这个也是国家财富的 一个二十分配 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咱们回过头来说 说中国没有这个钱 那怎么可能没有这个钱呢 对吧 中国你像胡怡进说 要造三千颗核弹头 如果这三千颗核弹头 不造了 完全就可以给大家发 一人发一千块钱 都是少的 一人可能发两千 发三千 对吧 一直发下去 所以说你这个三千颗核弹头 就省了 再有一个呢 如果国家能够节约点 别老出去大傻币去 是吧 这非洲那些穷哥们啊 天天就由于他们在联合国上 不有一票吗 北京欢迎你是吧 搞这个零八奥运会 什么有冬奥会 有这个会 那个会的 全花的是民纸民稿 而且就包括现在 就是在国际上的外交 为了围堵台湾 让这个台湾不能够自己进行台独 花了多少钱呢 并且你说天天这个 对台湾绕台飞行 这个飞机过去 那不都耗油吗 那每天这部队的一个开销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开销 那全是民纸民稿啊 所以你把这些钱 你如果真的能够省下来 用在这次抗疫上面 用在给老百姓 让老百姓过一个更好的日子 那有什么不可呀 那三千颗核弹头 有必要造吗 没有嘛 是吧 那你说这些 就包括目前的这个台海关系 那天天去飞去什么 你少派两家不行 派一架去 意思意思行不行 对吧 你少派两家 那都航空游的 都那么贵 还有这个 就是这些武力的一个建设 是吧 就工业化之后 这些导弹的 飞弹的这些 你把那些钱都买他的 你就对于你老百姓的国际 国内的一个福利 是不是一向削减 所以说让全中国人民 都勒紧裤腰带来了 跟你一起这个 怎么说呢 造飞弹呢 或者造武器呀 那对于和平人士 就像我这种和平人士 我坚决不答应 是吧 我代表一部分中国人民 坚决不答应 那凭什么呢 你造那些东西 你怎么真想用上 还是怎么的 所以这些 这些事情 真的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办法去说的 我看有很多这些军事迷 是吧 天天 我看有那些 就是特别嗷叫的那些战狼 就是发那些军事导弹 咱们国家高科技的那些东西 我跟你说 那些东西 真的全是老百姓的血汗前造 那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我认为咱们国家 有核武器就已经够了 起码是一个拥合的国家 一般人不敢动 那就可以了 你就出去 你就非也都去大撒币 去 这个救济救济 那个救济救济 那中国有那么多贫困人口 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这墨茶刚死 是吧 这个事还没凉呢 那这个还不足以警醒 但是你跟中国的这些 国内有一部分 这些无脑人士说 这些东西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我最近也想了很多问题 就包括 为什么中国目前会这样 那可能有儒家文化的一个影响 我认为儒家文化影响 占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还有一部分 可能就是这些人真的是脑残 那我也不想再点他们名 没有什么意思 就这些人真的是 特别 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沟通 所以中国为什么是目前这个样子 可能也就是 这些人所带来的 那在中国做一个清醒的人 确实不容易 你坚定走一条自由民主的道路 毕竟是艰辛的 但是咱们不要放弃希望 苏格拉底说过吗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生活每天过得丰富多彩而有意义 我也相信大家看完的节目后会更加关爱 或者是会更加珍视自己的生活 我每一天都非常认真的去过 而且每一天也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每一天活的都是特别的有意义 特别的积极 特别的阳光 那这个就是我生活的一个阵地 我也相信我的未来会更好 我的未来肯定是会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 我肯定会生活在那种自由的空气的阳光下 是吧 就这种 我每一天做梦 不是睡觉之前 我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到达这种自由人的土地 勇敢者的家 我就特别喜欢 这就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年轻人 我应该算青年人 是吧 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追求 我认为我自己现在还年轻 我认为我自己未来的路还很长 真的应该活在一个自由的空气下边 而不是说像胡怡进说的这种 胡怡进说的现在他已经就是变态了 胡怡进现在已经变态了 他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 说他是中国人呢 真的是给中国人抹黑 这个就是我对于胡怡进的一种 一个看法 而且这些人呢 在中国现在目前特别痴香 特别药物扬尾 我记得以前 好像是这个 对前不久啊 那个成都大使馆 不被这个中国官方关闭了吗 关闭的时候就有这个 战狼啊 就去那地方 就放鞭炮啊 什么的 之后被这个警察驱离了 是吧 因为太丢人了嘛 被警察带走了 带走的时候 这个战狼就喊了一句 我爱国 我有什么错啊 就被警察架走了 那如果你要没有错 那个警察 为什么就要架走你 那这就是中国式的一个战狼 他其实挺无脑的 而且也挺 挺无趣的啊 我最近还听说一种论调 就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啊 即便中国实现民主化了 台湾这个年轻人 也不愿意跟大陆 进行统一 那这个是这个有一个民运人士 叫王丹说的 那对于他这个来讲 我想这么说 如果真中国真的实现民主化了 那基于中国 中华民族的考 利益的考虑 或者是中国这个国家利益的考虑 台湾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回来 对吧 当然我不是说那种说 武统啊 或者我对这个 我认为应该和平统一的进行 就是以谈判的角度 来解决这个两岸的关系啊 即便中国实现民主化了 也应该以谈判的关系解决 但是绝对不可能说你实现民主化了 还能让台湾独立 那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利益 任何国家 你就包括美国 他也不可能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各个州一投票 他就独立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有个别的州 好像至今还有这种 说投票进行独立的这么一个权利啊 但基本上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就是即便是在民主的国家 也不也不允许有这种 就是国家的一个分裂啊 主权的一个领土完整的问题 那尤其是对民主国家 就是更甚了 这种主权的一个完整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 不管是他这个战略地位啊 或者是说 一种就是主权的一个象征啊 就所有的这一切 那都是作为一个国家 都是需要的 那因此这是我基于这一点说的 就是中国啊 如果实现民主化了 那台湾这个地方 他也是不能放弃的 那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观点啊 就是在中国吧 咱们中国 你像南北方的生活差也很大 虽然是单一民族的一个国家 但是其实南方和北方 还是有所不同的 包括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误解 或者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误解 以前就是在北方吧 有一种观点 认为南方人小气 完了南方人呢 可能认为北方人说话声音大不文明啊 或者是说不洗澡 是吧 这也是南方人对北方人的一个误解 还有一个是北方人对南方的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真的都是一种 不应该有的现象 因为我认识的南方的小伙伴 确实非常的慷慨 是吧 就是没有说是小气的 而且呢 我觉得南方的小伙伴也非常好 因为我在南方逮过嘛 但北方呢 也不像他们说的 就是像南方人认为的 那么不爱感情 但北方人都很爱感情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 就这种污蔑啊 不要说再那个 再来回喘了 真的不利于这个国家的 民族的一个和谐 那包括台湾的问题也是啊 那台湾可能有它自己的 一个优越感 就是我现在特别发达 我比你大陆人生活过得好 那这个是特别容易改变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这个地区的一个自豪程度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经济的发展呢 它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变幻默设的 是吧 可能一场战争就解决了一个经济的一个分布 或者是说 一个新的科技的改革 就能改变你地区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都是特别 特别随即的 或者是这种变化吧 就是特别的快速 比如说香港 你像香港以前 比如说97年之前 就回归之前 那香港人他认为 可能是认为自己是英国人 是吧 就是人家都有这种BNO护照 或者是说人家认为我是英国的公民 他有这种一种优越感 他们会去瞧不起这个台湾 这个是我通过这个怨举证老师讲课 我了解到的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情啊 这个是怨举证老师给我提供的 那如果说错了 找怨举证去 是吧 他就说这什么呢 他说以前呢 就在97年回归之前 所以香港人根本就瞧不起 就瞧不起这个台湾人 但是现在这个怨举证说了 你看看 香港人啊 都特别愿意去这个台湾进行发展 或者是说愿意去台湾生活 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觉得台湾现在比较自由啊 各个方面啊 都挺好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 你说97年到现在才多少年呢 是吧 97年到现在就20来年吧 20来年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转变 那才20多年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说台湾 就是王南所说 现在台湾说瞧不起大陆 那这个我认为 这个东西是特别容易改变的 或者是未来的10年 20年或者50年 先与这个关系就倒转了 也未可知 对吧 那都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对于这些东西 我真的认为 它都是一种战死性的 像谁瞧不起谁啊 怎么样啊 南北方之间的一个差异啊 我觉得如果作为 同根同种的中华民族文化的 这个人来讲 那应该是 咱们都是这个一家人 我是这么想的 反正我就是觉得 不要说有搞这个地狱歧视 所以你瞧不起这南方人 瞧不起北方人 把台湾人 瞧不起大陆人 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狭隘的一种 一种一种看法 是吧 如果有这种看法的人 我觉得应该改掉这种习气 或者改掉这种价值观 真的是不正确的 那我也 那大家看我节目 你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而且我真的说话 比较的这个 总力 而且相对来讲 比较的客观 那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节目吧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就做到这了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